那么接下来我这边我针对蔡政委员答评书里面的第五点提出回应 第五点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我们先回头看一下我们的罢免理由书里头 我们罢免理由书里头我们针对这点所提到的是说 我们认为蔡政委员她离挺媒体垄断 并且企图以政治手段打压公共言论的空间 在这里头我们呈现的其实就是一个事实的表现 首先第一个2012年的时候蔡政委员因为她不满意 推动反媒体垄断的中央研究员黄国昌先生 于是蔡委员她透过咨询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慧的时候 用预算来威胁她透过预算的方式来威胁说 今天要求如果黄国昌再继续反媒体垄断的话 明年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的预算要砍一半 在这过程之中非常非常显然的蔡政委员 她基于某些她的特定立场 例如她可能会想要护航财团 所以说这时候她居然透过打压预算的 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她透过打压预算的手段 然后接下来来阻止这件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来看看蔡委员所回答的是什么 她回答的是说黄国昌立场偏迫起人不受监督 在这边我们要表达的是说欢迎 如果黄国昌需要受到监督的话 全民当然都可以监督她 不过我们在这边重要的表达的是说 今天当一个反媒体垄断运动在进行的时候 今天蔡委员他并没有检讨说媒体垄断是对还是错 却是透过立法却是透过他的权力 透过打压预算的方式 然后这时候来抨击一击 在这样的过程之中这是一个不恰当的表现 因为这边很显然的就是透过砍预算的方式 希望人民不要发声 希望人民不要将他们认为是不公不义的事情 矜持而站得出来 透过砍预算的这种手段来要挟别人 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就是无耻 另外一方面在他的答辩书里头 他更是显然的 因为他就是有做过这些事情 他就是有说如果黄国昌在这样的话 他就要把预算砍一半 因为这件事情他真的有讲过 所以他没有办法回播 所以针对第五点他的答辩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他开始转移焦点 他开始问说那为什么不反望重呢 为何不反自由时报 为何不反三立 不反民事 不反苹果 不反年代 不反一定事 哇 一口气反了几乎在座的所有的媒体 好 不管他反不反 最重要的是 这就是一个转移焦点的手段 我们在这边要问他的是 今天他透过预算的方法 透过打压预算的方式 拿来打压意己 打压与自己不同的意见 我们认为这样的手法是一个错的行为 我们希望蔡委員针对这点 应该是要正面回应 而不是转移焦点 一口气点名的所有的媒体 好 那我针对蔡委员答辨书的第八点 也就是我们罢名理由书的第七点 引擎盖再人兜风 事后追究被害人 而蔡委员答辨的是 报名的挟持行为 其可美化 这边各安委的立场 很简单 当事人林盛文先生 手无寸铁 蔡委员在答辩书当中也提到说 他当场有蔡委员 以及蔡委员的两位随护 总共三个人 那蔡委员还在这个情形之下 开车1.2公里 我们相信 在当时抗议的现场 只要开出100公尺之后 这位手无寸铁的林先生 已经无法对蔡委员 做出任何暴力的攻击 为何蔡委员还要开着车 载他兜风1.2公里呢 而且在这1.2公里的途中 蔡委员还恶意变换车道 加速的行驶 那蔡委员在答辩书上面讲说 这个林姓先生 还有对着蔡委员的坐车 向蔡委员做鬼脸 格朗伟计划这边表示 如果蔡委员真的有 这方面的证据的话 请公开公布所有的画面 如果一个人 在人命关头的时候 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之下 他还有时间去对蔡委员做鬼脸 那蔡委员的行为 就非常的奇怪 而且蔡委员说 当下这位林先生有多次下车的机会 但是从我们这边检视 因为蔡委员的录影带 我们没有办法拿到 而现在这个案件 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 有多次的下车机会 但是蔡委员并没有 检数放行的机会 所以这位林先生是紧抓着鱼刷 一路呼喊路人 而蔡委员还是强行拖行他1.2公里 才愿意把他放下来 我们这边还是要说 这种暴力的行为 不是港无相信可以接受的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针对的是 今天蔡政委委员 她在第六点的答辨书的部分 她的回应 首先在这边 我们在我们的罢名邸数里头 我们提到的是 今天蔡委员 她在没有公开的数据支持之下 她却提出了说 如果没有政府的协助之下 新移民的第二代 将是未来自然的隐忧 而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蔡政委委员的答辨书里面 提到的说 她今天 她今天做这些事情 她提出了 她的咨询内容里头 她的咨询内容里头 是提到说 今天她是在关怀这些人 然后她并且是在咨询当时的内政部长李鸿源先生说 今天这段时间花了600多万的预算 却只服务了900人 这样子差距是否很大 目前针对这点 我们是觉得说 今天谢谢蔡政委委员在这边做出回应 因为这样的回应之中 也让我们更加的清楚的了解说 今天或许我们有误会蔡委员的地方 今天并不是 只是很单纯的 她认为新移民的第二代 就会是未来自然的隐忧 而她在这边 其实她真正想要表达的是 她是关心这些第二代的新移民的第二代 关于这部分 目前我们歌难伟计划 还没有找到其他的部分 想要来回应我们的蔡委员 而在这边的话 我们也想要表达的是说 今天这个就是辩论会的重要性 今天蔡委员可能有些事情 她是做得很好 而被民众误会了 那在这边 如果蔡委员她能够多多的站出来 接受我们的辩论会 把她的许多话告诉我们大家 最后呼唤大家出来 投下反对罢免票 我们相信这样的行为的话 才是最棒的行为 因为民意就是要在这样的交锋之中 才可以让我们的讨论 让我们的想法变得更加的清楚 以及今天蔡委员如果认为她做的事情是对的话 更是要呼吁选民出来 站出来 投下反对罢免票 而不是今天晚上的时候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陆陆续续续 有些港湖的居民 以及我们的志工朋友 就是涉及在港湖的志工们 收到了简讯 收到简讯内容里头 是告诉我们说 呼吁 呼吁国民党的支持者 在2月14号的时候 不要站出来投票 针对这一点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觉得相当的遗憾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对于一个政策 以及委员们的表现到底是好是坏的时候 应该是要充分的站出来 充分的大声辩驳 尤其是有6万多名港湖人的民众 今天已经在对他质疑的时候 例如像蔡委员在这第6点的答辩书里面 他就清楚的告诉大家说 其实事情可能不是民众想的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很对的做法 我们需要的是 蔡委员站出来讲清楚 说明白 出来有任何事情的话 您也可以在举办上 罢免的证件发表会 告诉大家说 你有哪些事情是做得对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呼吁大家出来投下反对罢免票 最后你的去留 透过民意的对决 透过罢免赞成票和反对票的高低 然后来对决 来决定蔡委员的去留 希望蔡正元委员不要躲在罢免 第三阶段不合理的制度 也就是投票率 如果没有超过50%的话 今天这个罢免直接不成案 导致今天会有一个奇特的后果 假设很极端情形 今天有49%的人出来投下 赞成罢免蔡正元的话 这样的票数 可是比蔡委员当时当选的票数 还要多了三四万票 但是蔡委员这时候依然不能罢免 我们希望蔡委员可以不要 躲在这个法治的保护伞下面 我们希望蔡委员正式的出来面对 就例如针对答辩书的第六点 目前我们个人为计划无话可说 对啊 我们欢迎蔡委员充分的来表达 你的各种意见 相信你有很多话 是希望让港府的民众听到 并且呼吁大家站出来 支持你投下反对罢免票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 我继续 在接下来的时候 我继续针对蔡委员的后面的部分 继续提出回应 稍等我一下 翻一下字 目前在下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则是要针对蔡委员的答辩书的第十点 提出回应 他提出说我们扭曲出席率的资料 比情况还可恶 那么在这点的部分的话 今天我们各单委计划 则是就是要回应说 那这边的话 我们认为蔡委员你错了 因为在这边的话 蔡委员他在这个答辩书里面 他所提到的质询率 哇看起来非常高啊 平均的出席率很高 他的质询率也很高 各式各样的很高 但是我们引述 我们知名的公民团体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资料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 他们长期 长期的在这段时间之内 他们透过数据化的方法 然后来监督国会 让民众知道说 每位国会议员 他们表现的怎么样 在这里公督盟 他们有直接的告诉我们 今天蔡正元委员 他告诉我们说 他的咨询率 有76% 看起来很高 可是在这边 蔡正元委员 他用的是一个很特殊的算法 所以在这边 也要公开的告诉大家说 不要被蔡委员给骗了 因为蔡委员他这边的算法是 他将他会议的实际出席次数 除上执行 执行的次数 那这样一来的话 比例当然是很高啊 因为这时候 今天很多时候 蔡委员他根本都没有出席 那只是他就那些都不算了 他是把 他是把今天他出席的时候 之后才把他放在分母 那之后而把执行的次数放在分子 那这样的话 更会出现一些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假设如果今天出席率的资料 是用这样子的公式 我再把公式讲一次 会议实际出席的次数 分支 执行的次数 如果是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 假设这会立法委员 他根本没有来上班 他整个会计 出来上班过一次 他在那个那一次之中 却执行了十次的话 哇那他的执行率 可是千分之 这就可是一千趴 怎么会是这样的算法呢 所以在这边 我们要表 我们蔡委员用了这样子 一个神逻辑的算法 然后来展现 他的出席率很高 所以我们这边要回应他的之说 实际上我们认为蔡委员才是 如同他答辨书的标题 扭曲出席率的资料 因为出席率不是这样算的 在这样算的方式之下 真的会出现的是说 今天一位委员他可以都不作私 一个会期只来一次 这个会期 他在那次之中 假设他却咨询很多次的话 这种数据就展现得超级漂亮 这根本不合理嘛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要这样表达的是说 今天蔡委员请他 不要扭曲出席率的资料 也透过这样的方式 正式一个民族的展现 今天答辨书出来之后 而由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回应 这样我们才可以让我们的民众 更加的清楚了解 哪些东西是真的 哪些东西可能有些问题 而最后选择最关键的 投下赞争罢免或是反对罢免 那针对这点的部分的话 我还是会需要来表达一下 我们过去的时候 我们曾经封蔡政委员 是一个大声援的委员 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们不是采取蔡政委员 一个那么特别的计算方式 来算他的出席执行率的话 实际上依据供都盟2014年3月底公布的立委评见报告指出 蔡政委员的出席率只有54% 是全体的委员中最低的 简单来说两次该上班的时候 他就只有出现过一次 这样的立法委员 这样的立法委员 他是否真的对得起 我们每个月人民缴的纳税金 花了19万来养他 另外一方面 他出席率已经很低的情况之下 而他的质询率更低 只有5%而已 他这样的表现 甚至比李毅岛的立委还要更低 所以说被评为是距离立法院最远的立法委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除了出席率和质询率以外 我们更可以看到的是说 今天蔡委员他在提案的表现 也是非常非常俘虜的 在这边 并没有在罢免的理由书里头 因为罢免的理由书 已经是9个月前的事情了 而今天蔡委员却是 可以隔了那么久之后 才进行大便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要补充一个最新的资料 在上个会期里头 蔡政委员他自称 他是专业的财经立委 但是他却只有提出两项法案 其中一项法案跟财经没有关系 另外一项法案是跟别人共同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只有提出两个法案 但是我们来对照一下 同样是财政委员会的其他立法委员们 举例来说 例如像是赖赤保委员 他在上个会期 他一共提案或是与别人共提 一共提了27个案子 如果我的记忆没记错的话 那其实像是卢秀燕委员 他只是提了49个案子 在财政委员会里头 平均起来 每位委员几乎都提案 提了20个案 那我们专业的财经立委 财政委员你到底在哪里呢 今天就只提了两个案子里头 今天他还在罢媒答案辩论书里面 作误的计算方式以外 他的实质表现更是不如 他根本没有展现 他是专业的财经立委 他也没有认真的修法 或许是因为他在上个过去的半年来 虽然每个月都领19万的薪水 只是同时他还在政坛上面 忙别的事情吧 例如像是替别人助选 可是别忘了 你是我们民众所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你每个月领的薪水 是我们民众缴的纳税钱 我们希望你可以认真做事 而因为你没有认真做事 所以我们才会在这边 希望民众听到的 刚刚所讲这段话之后 更加来判断说 是否要罢免这位立法委员 好 那我们以上是蔡委员 对我们的罢免理由 以及我们罢免理由的前沿 提出了十项答辩 蔡委员还有第十一点答辩署 就是蔡委员的结语 结语上面提到 蔡委员依法提出答辩 然而依法不做正宣传 反宣传 蔡委员要对这个罢免案 不予理会 蔡委员认为 不予理会 是对无知 最简单的否定 也认为不去投票 竟然是对无理 最有力的搏斥 与否定 台湾社会需要让沉默成为巨大力量 这是蔡委员的第十一个答辩 我们这里要跟各位内湖南港的乡亲讲 投票是人民参与民主最直接的方式 不去投票 对民主 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蔡政元说 不去投票是对无理最有力的搏斥 这代表他的心目中 民主国家 是要让人民 不去投票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去投票 是对无理的搏斥 呼吁大家不去投票 我们请问 宪法无知吗 选举权是无知的吗 人民投票是无知的吗 我们要告诉蔡委员 三年前 你也是积极的拉票 积极的寻求乡亲的支持 最后的结果有十一万个乡亲 用选票的方式 支持蔡委员来当我们国会的代议士 而今天内湖南港已经有六万名乡亲 站出来 联署 让这个罢免案的第三阶段成案 这六万的乡亲 只是想要 历经台湾民主上 唯一一次的罢免投票 而这个时候 蔡委员应该要利用的方式 是像三年前 取得民众支持的方式一样 积极寻求自己的支持者 出来投效对这个罢免案的反对票 我们这边公开呼吁蔡委员 如果对 今天各安委计划 所提出的罢免 答辩书的答辩 有任何的问题 2月14的投票距离今天 还有两天的时间 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形式 我们还是非常有诚意的 邀请蔡委员 出来做一个公开的 政策上的讨论 或者是要 对我们这些所谓 社会边缘人 垃圾大学生 进行政策上的辩论 我们都非常欢迎蔡委员在 不限行事的方式 跟我们做讨论 各安委的计划 到现在立场很简单 我们只是希望 人民用选票 用投票的方式 来留下自己的代意识 或者是用投票的方式 来罢免一个 不私人的代意识 请蔡委员 不要用这种反民主的态度 来对待台湾民主社会的发展 谢谢 好 那么 我们今天的 罢免证件发表会 已经即将 快要进入尾声了 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的是 我们下一次 下次再有民众 或是再有公民团体 发起罢免行动的时候 未来的罢免证件发表会 是可以由政府所举办的 而不是由我们民间 由我们一般的民众 一般的上班族 这样叠个两张桌子 在这边来举办这样的一个 罢免的证件发表会 如果政府认为选举权和罢免权 是一样重要的话 我们也期许 未来的时候 针对罢免权的相关的配套措施 可以更加的完善 可以让罢免方 以及被罢免的那一方 充分的表达出他们的需求 表达出他们的名义上面的交锋 最后让民众才有办法 充分的做出判断 那在最后的时候 我想邀请的是 我们割燃委计划 正元所处访的代表 曾光志先生 跟我们说明一下 对接下来 关键的倒数三天里头 我们有哪些重大的活动 好 我们今天的 政见发表会告一段落 但是为了台湾的民主发展 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告诉大家 二月十四 有一个台湾民主史上 难得的投票机会 我们这边会举办一个 二月十三 我们都知道选举 都有所谓的选前之夜 而罢免的投票 我们割燃委计划 正元手术房 也即将举办一个 罢免的投票选前之夜 我们设定的地点 是在这个礼拜五 二月十三号晚上的 五点半 地点在内湖最知名的 大湖公园 选在这大湖公园 别有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 蔡委员脸书的背景 就是运用大湖公园 这个地方 我们邀请 乐爱台湾这块土地 关心台湾民主发展的朋友 二月十三号的下午五点半 一起到内湖最美丽的大湖公园 来参与这一个 台湾二十年来 才有过第一次的 立法委员罢免投票的 投票选前之夜 邀请现场各位媒体朋友 也一起来参加 我们现场的活动 也会有乐团表演 以及名人演讲的方式 来呈现 希望大家在二月十三号 可以一起来参加 为了捍卫我们二月十四号的 投票活动 二月十四号 当天在罢免总部这边 我们也会有一个即时开票的作业 也邀请所有内湖南港的乡亲 或者是支持台湾民主的朋友 在二月十四号的下午 开票的期间 一起到我们这里来 迎接人民的胜利 谢谢 好 那么在这边 我们就正式宣布 我们的罢免证件发表会 到此结束了 那么在场的媒体朋友 有人想要提问的吗 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 针对赌场的问题所说的 基本上防毒联盟 明天我们会有代表 而这位代表呢 其实他是 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个 他会来详细的跟我们分析 目前澳门遇到的一个状况 因为为什么要举澳门来 作为一个解释呢 因为台湾跟澳门 其实都跟中国非常的靠近 那在设置赌场的情况下 我想澳门的经验 是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的参考 因此我们明天会有 怎么说 我们会有一个相关的代表 然后陪同反毒联盟 一起召开这个记者会 并做说明 在这边协助为明天的记者会宣传一下 明天反毒联盟召开的记者会里头 他是在明天早上十点半 在群衔楼外面 在这里面的话 会有我们哥兰维计划的代表 他本身就在澳门工作 所以他会来告诉大家说 今天成立赌场是真的这么好吗 他在澳门里头所见到的东西 又会是怎么样 这些请明天大家敬请期待 那我这样目前看起来 似乎是已经没有问题了 最后也还是要跟所有现在可能正在看直播的网友说 谢谢大家花时间收看这个史上第一次的野生罢免政见发表会 无论在这过程之中我们大家准备的好不好 因为毕竟我们可能也未必是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人才 我们也有许多的想法 甚至我们曾经有想过说 是否有办法透过海选的方式 然后来找到蔡志炎委员的代言人来协助他来发表 那或是更是更进一步的 未来获取我们这些罢免的答辨书的答辨书 是否有机会可以透过是全民的协作的方式 或是那个地区民众的协作方式一起来进行来整理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台湾的罢免的制度往前进 无论如何 我们现在就正在完善台湾民主制度所缺的那块平图 戈兰委计划我们所有的伙伴 包含我们包含在罢免第二阶段之后 现在暂时停止脚步的板桥手术中 以及民主Vigo政签 以及一路现在奋战至今的正元手术房 未来的我们 我们在这段时间内 我们所学到的是公民的意志 我们学习到的是这个政府里头 如果他做得不好的话 我们一定要站出来 站出来而不是闭上眼睛被糟糕的人通知 我们认为罢免的权利推动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政治期待 只放在几位政治强人身上 而是要透过一个完善的选举和罢免制度 让好的人上台坏的人下台 在这里我们各安委计划我们所有的志工 在未来的时候我们一样会继续推动罢免权 不管到时候我们在哪里 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公司上班 我们可能未必有了再多的交集 就像是说这段时间内 大概应该有了三四千位以上的志工出来协助 我们很多彼此我们压根都不认识 我们只是有同样的理念而站得出来的 现在我们会需要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需要现在在看直播的你 我们需要你告诉你现在住在港湖区的朋友 告诉大家说即将要举办罢免投票了 很遗憾的是还是很多人不知道 2月14日要行持罢免投票 因为我们可以在PTT的八卦版或是看到我们的志工的回报 或是在我们各安委计划的粉丝页的留言里头看到说 目前投票通知书未必有很充分的送到每个人的手上 很多对就是有一些荒谬的行为 可能说今天所有的投票通知书塞在五楼的信箱里面 一楼到四楼都没有就出现一些这种很奇怪的行为 而且另外一方面罢免权的行事 现在的法规很不合理要50%的投票率 也就是说两个人中一定要有人站出来 所以在这边邀请所有的民众 邀请现在正在电视前面 现在正在看网路直播的朋友 一定要告诉你住在港湖区的朋友 记得出来投票 2月14号出来投票 原因是因为如果没有出来投票的话 我们根本无法透过民意来对决 决定蔡政院委员的去留 而是直接让他躲在50%的保护卡门槛之下 这样的情况对台湾的民族并不是好事 而第二个我们会希望大家来协助的是说 未来我们会继续推动修法 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内 在这三百多天之中 我们直接看到了罢免第二阶段和罢免第三阶段 有许多不合理的法规 所以我们会继续推动修法的部分 我们邀请所有的共同参与 割烂危计划 欢迎大家来参与成为我们的伙伴 报名志工 协助我们一起推广我们的割烂危计划 推广台湾的罢免权 甚至我们可以相约未来 一起针对不是人的代意识推动罢免行动 那在最后的时候 我希望可以由我们正元手术房的伙伴 曾光志先生来做一个收尾 也想请你帮忙说明一下 如果港部区的居民没有收到罢免通知书的话 要怎么办呢 这个谢谢林先生 还有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 你们好 我们是正元手术房 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有没有收到所谓罢免通知书 以及我桌上这份罢免公报的话 以宣委会的流程 他是将这些罢免公报 以及罢免通知书 转交给各里的礼办公室 礼办公室在用里长或者是礼干事 传达下去任何的方法 投递到每一户的信箱当中 照理来讲应该是每一户 每一个户籍所在地有人的地方 都应该要送打 所以如果你的罢免通知书 到目前还没有收到的话 第一点 如果还没有收到罢免通知书的朋友 请不要担心 因为这不会丧失到你可以去投票的权利 那如果针对你对于你自己投开票所的地点 有任何的问题 有几种方式可以帮你做查询 如果我相信看直播的朋友 都是会使用网路的朋友居多 上中选会选委会的网站 都可以直接做投开票所地点的查询 只要你查询自己身份证的邻里 那再来就是打电话到我们的罢免总部 电话是87924083 87924083 我们也会有专人替你服务你投开票所的地点 如果你记不起来刚刚的电话 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市民1999的电话 因为让每一个朋友 让每一个港湖区的乡亲 拥有投票的这个权利 以及了解所有投票的状况 本来就是选委会 以及中选会选务上面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收到投票通知的话 有以下几点 那在2月14当天 当你知道你的投开票所地点之后 请记得携带你的身份证 以及印章 还有投票通知书 当然没有投票通知书 也可以查询你户籍所在地的名册 如果没有带印章 也可以使用签名的方式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带着你的身份证 到你指定的投开票所地点 那投票的时间跟选举一样 是有早上的8点 到下午的4点 那希望内湖南港的民众朋友 一起出来 投下神圣的一票 那这边的总结 差不多做到这里 好 最后这个非常非常野生的 罢免证件发表会 暂时告一段落 就有两张简单的桌子 三个简单的椅子 完成了史上第一次的罢免证件发表会 在此我们是代替三位罢免的领先人 分别是沈慧儿 赵一轩 还有中春德 这三位罢免领先人 我们由三位各单位计划的志工 代替他们来举办这场罢免证件发表会 期待透过这样的证件发表会的方式 让双方让所有的民众更加的了解到说 今天到底是否要需要出来 是否要罢免裁证员 邀请大家2月10号这天 出来投下赞成罢免票 或是反对罢免票 或是废票也可以 重点是出来行使你罢免的权利 今天我们的活动到此协助 我们三位一起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